新書發表會一開始 台下就有大批粉絲作物虛席 吸引他們的就是新書作者 同時也是知名藝術拍賣官陸傑明 擔任台灣畫廊協會的資深顧問 並且連續籌辦三屆的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對於藝術建廠和拍賣 有相當獨到的眼光和看法 一切都從深度的欣賞開始才能收藏 所以我把我的心得 在這個藝術家有一本雜誌 叫藝術收藏家設計 每個月寫一篇心得文章 然後累積了42篇文章 三年半 結果藝術家雜誌社出版這一本 叫做收藏是深度的欣賞 投資是深度的收藏 從藝術建廠開始 慢慢拓展視野和人脈 從中再去觀察藝術投資市場現況 累積不少心得和經驗 如今新書發表的這兩本書 藝術收藏投資六獎和悠遊餘意之路 就是它累積20年的成果 透過圖文和民眾來分享 收藏的四大關鍵 眼力 財力 魄力 運氣 收藏的五個最重要的要點 碰得到 看得懂 買得起 藏得住 賣得掉 收藏的五大優點 移情 養性 耳濡目染 社交話題 美化家居 投資理財 這個都在我這個書裡面的心得 陸傑銘強調藝術拍賣市場 因為大陸崛起而越來越蓬勃 目前已經有數十個拍賣公司到台灣 以數十倍到數百倍的價格買回收藏品 所以台灣的收藏家要有信心 培養眼光 抓準時機 一定能在拍賣市場裡獲得可觀的報酬 記載的獎中 層刀